到立法院的11号 由国民党团以及民众党团提案 提高工粮收购价 农业部紧急开了记者会 表示提高收购价 恐怕会引发米价下跌 他们也提出了稻米产业精进政策 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个以及二转三加三的 这样的一个策略 来确保除了我们稻农的收益以外 那同时我们也兼顾了 整个稻作的一个升级 不再依赖太多的这些玉米 大豆从国外的来进口 农业部长陈俊季亲上可现 拿出了数据证明 提高工粮收购价 恐怕造成种植水稻的面积 增加破坏产业结构 引起其他作物的价格波动 另外他也提出了一级二转 三加三的策略 确保稻米的供需平和 提振产地股价 借此提升农民